现在介绍是在南投亚威 南投民间的亚威306 306的房间 一样是一房一车库 这个是两人房的 那进来这边的话呢 记得右手边有车库的电灯 可以把它按下去就会亮了 然后连同楼梯的电灯 也会一起亮起来咯 那房间的部分都是在楼上 我们要先上去楼上 下面都是固定是车库 上面就是房间的部分 那两人房的风格呢 每一间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以可能说 你真是住了什么风格 像是想什么风格 请他们特别安排备注一下 但不见得会有 也要看当天的房框 好 进来都是要感应 好 感应它就亮起来了 像这间风格又不一样了 完全不同 好 那这间的话呢 可以看到 在厕所那边的话呢 有的是装修线 有的是圆形的 像这是圆形的档球前不太一样 那有的是躺椅 那这间呢是木质地板 那有的又是地毯 所以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感觉 衣橱的部分采用开放式的衣橱 一个设计 这边还有化妆台 那有的也没有化妆台啊 所以风格不同 每一间 多住几次各种风格都住得到了 每间房间都有浴缸 每间房间都有浴缸 差别在于说是什么样造型的 都是全新 里面都是全新的一个设计 里面都是全新打造的 好像这个是两人房的 这是档球签 圆形的档球签 那也有直接吊绳的球签不一样 这间是属于很浪漫的 圆形的一个秋间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空间感 都是差不多12平大 真的很大 房间真的是超过 真的是超过超大间的 很舒服的房间 好OK咯 那两人房的部分呢 就是这几种款式 都介绍给你们的 OK 非常浪漫的两人房咯 非常浪漫的两人房咯